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推出了最新短篇小说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七篇故事描写中年男子在爱情里的孤寂 出版社为了这本书拍了一部文学MV 甚至邀请音乐人雷光夏献身朗读 他们还办了一场音乐会 唱村上先生最喜欢的Beatles 结婚后 他从来没有跟妻子以外的女人睡过觉 这种机会不是没有 但他从来没想要那么做 但妻子这边 有时却会跟他以外的男人睡觉 居民音乐人雷光夏朗读 《村上春树》短篇小说集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中的其中一篇 名为《开我的车》 将《村上春树》孤独的文字转化成影像 出版社除了拍摄MV 还找来独立乐团翻唱经典歌曲 这是专门为村上举办的音乐之夜 初心书旧版音乐会相当罕见 《村上春树》 唯有你的我 被困在 你又心里 恐怕一种想念 那些什么 你又带走了 你又带我的心 太无空 《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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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叫做 《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它有一本散文集叫做 《六搖摆其余面谈》 裡面全部都在谈论音乐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是《村上春树》 睽違九年的短篇小说 在日本畅销五十一万册 以失去女人为主题 描写男人的孤极心情 在台湾拥有广大书迷的《村上春树》 已有六十几本翻译著作 阅读她的文字 体会整个人生爱情观点的变迁